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数据提取当中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这样的库 以及一个这样一个这样的语法啊 叫做XPAS以及LXML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啊 一个解析库啊 叫做BeautifulSop4 这个BeautifulSop这个 这个BeautifulSop这个库的话 它跟这个LXML也就是跟那个XPAS是一样的啊 它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XML和XML的一个人的解析器 它主要的功能也是用来去提取和分析啊 那个XML和XML的一个这样的数据 其实BeautifulSop和这个XIPAS 它们两之间的那个功能是一模样的啊 一模样的也是去从那个网页当中 把这些数据把它给提取出来 对不对 那么它们两都是一样的 肯定有一些区别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区别啊 区别是什么呢 LXML也就是那个XPAS 它只会去局部并领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获取到一个网页当中的那个A标签 那么的话使用XPAS语法 它就只会在这个网页当中 只会在这个字幕上当中去查找所有的A标签 至于其他不是A标签的 它就不会去管 它就不会去管 而我们这个BeautifulSop它就不一样了 BeautifulSop它是基于这个XML DOM的啊 那么DOM是什么意思呢 DOM的话代表的是那个Document Object Model 代表的是那个文档对象模型的意思 文档对象模型啊 那么我来写一下啊 文档对象啊 Object 模型是Model啊 那就是这个文档对象模型的 就是比如说一个A啊 一个A标签 一个DV元素 这些东西它都是当成一个这样的文档对象的一个人的元素啊 把它给当成一个元素啊 它会什么呢 它会加载整个文档啊 就是这个BeautifulSop 你一旦将了将一个网页的一个这样的字符上扔给这个BeautifulSop 那么这个BeautifulSop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类层当中建立一个这样的竖结构 建立一个这样的竖状结构啊 实际上的话将整个网页当中所有的元素啊 全部都把它给建立成一个这样的竖结构啊 比如说第一最开始的话是HTML对吧 然后网下面的话就是body还有那个head 对不对 然后body相对话还有什么东西啊 就就就这样一级一级建立一个这样的竖啊 我们这个地方来稍微画个图跟大家解一下啊 首先的话最开始是那个什么呢 FTML对吧 最开始那个是FML 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应该有点了解吧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那个 那个body那个head以及这个body对吧 这个是那个head 这个是那个head 然后这个是那个body啊 这个地方来写一下啊 是那个head head head啊 然后这个的话是就是那个body啊 bodybody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body下面可能又有很多东西 对吧 可能有那个什么呢 DMV元素啊 也有那个A标签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DMV啊 然后的话有那个什么呢 A标签啊 A标签啊 然后下面可能有还有啊 下面可能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对吧 就要看你这个网页复不复杂的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啊 BuildoSoft的话 他一旦将你这个 将你的这个HTML代码加载到这个BuildoSoft里面 他就会在这个类存当中建立好一个这样的书状的结构啊 建立好一个这样的书状的结构啊 呃 他会解决整个东西 对吧 因此哈 他所需要的那个时间和那个内存高线 内存开销都会比这个XPass都会比那个LXML大很多啊 大很多啊 所以的话他性能的话是最低的 就是低于这个LXML 好吧 那么BuildoSoft哈 他虽然性能会比没那么好 但是的话他有个优势呃 是什么呢 就是他呃 就是使用这个BuildoSoft去解析我们想要的数据的时候 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使用这个API API的话 使用这个API的话 非常人性化 就是你使用的时候就 就不需要去写那些什么呢 XPass的语法了 你写那些 你就提取那些数据的时候啊 就跟操作普通的函数是一模样的啊 就没有必要写那么多的那个XPass的语法了 对不对 而且他支持的那个选择器也支持的特别多啊 支持那个CCS选择器啊 然后的话Python当中的一些变占的标准的ATOM减析 对吧 还有那个是呢 还有那个证则表的事也是支持的啊 呃 然后的话这个也支持LXML当中 XML减析器啊 呃 这个的话待会后期我们啊 这个的话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BuilderFuSOP的话 它就相当只是一个壳 它底层的话 还是需要去使用一些这样的解析器 把它给你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以后 我们这个BuilderFuSOP 再去使用这个解析的东西 再把它给建立好一个这样的数据结构 好吧 这个待会后期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好 那么这个BuilderFuSOP3的话 目前已经停止开发了 现在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BuilderFuSOP4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安装和这个文档啊 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啊 你通过这个PIP installBS4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BuilderFuSOP4 把它给安装好了 非常简单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是已经安装好了 我就不带大家去安装了啊 好 那么下面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中文的文档啊 中文的文档啊 那么这个地方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中文的文档啊 呃 内容也不是很多啊 内容也不是很多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每一个地方都去看一下啊 可以每个地方都去看一下 对吧 啊 这个后期我们会把 后期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文档啊 会把其中我们在开发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的话一些这样的重点内容啊 会跟大家讲一下 对吧 啊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 呃 便便交角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大家啊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往下面看啊 好 几大解析工具对比 对吧 呃 现在的话 解析工具的话 现在我们会跟大家讲到三种啊 现在是已经讲完的这个Alzheimer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这个BuilderFuSOP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是郑泽啊 郑泽这个表 郑泽表的是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使用起来会比较复杂 然后的话呃 你学完以后如果不要的话 还容易忘记啊 说的话我这个政策这东西啊 我就暂时先放到最后来跟大家讲解 好吧 呃 因为如果我先去讲这个政策 再去讲XPAS和BuilderFuSOP的话 我可能哈就会 可能的话就会有一大堆同学的话 就死在这个政策这边啊 就是说呃 学完这个政策以后 感觉这个爬虫这么腐杀 这么不难啊 对吧 然后的话就可能不会想去学下面的东西的啊 说的话我就先把啊 XPAS以及这个BuilderFuSOP 先把这两个东西讲完 这两个东西比较简单啊 讲完要再去讲这个政策啊 再去讲这个政策啊 这样的话就学习起来就啊 没那么吃力了啊 先把前面这些东西掌握好 你就有一个这样的爬虫的技术功底了 再去学政策的话 也都是水到渠车的事情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几大解析器 他们工具的一个对比啊 啊 哎 上面左边的话是工具的一个名字啊 右边的话就这个解析速度 以及这个使用的难度吧 解析速度的话 这个BuilderFuSOP它是最慢的 对吧 它是最慢的 因为我刚刚刚才讲过了 它会将你的这个元素啊 给它建立一个这样的书状结构啊 就即使你没有去解析 比如说我现在只想去解析网页当中所有的A标签 那么有那些DIV标签 即使没有被解析到 它也会建立好一个这样的书状结构 所以的话速度是解析最慢的啊 而这个L下面的话 它就相对是比较快 因为L下面的话 它使用的是那个C语言编写的 所以的话它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好 那么最快的方式的话 就是这个正责表的事啊 正责表的事 正责表的事是最快的啊 就是解析速度是最快的 好 那么我接下来再来看 是这个使用的难度啊 使用的难度的话就相反了 对吧 它最慢 但是它的使用难度是最简单 就是使用这个Bit of Stop的话 是最容易上手的啊 最容易上手的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L下面的话 它就相对是一个中间的啊 一个中间的对吧 使用解析速度的话 也是不快不慢啊 那么它使用的难度的话 也是一般啊 也是一般啊 而这个什么呢 正责表的事的话 它虽然解析速度是最快 但是它使用的难度是最难的啊 使用的难度是最难的啊 基本上你自己啊 可能今天写完的一个正责表的事 可能过了两三天以后 你再去看这个正责表的事的时候啊 你可能又想不起 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写的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是就是这么难啊 因为它里面写的这些东西的话 没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语意介绍的话 你很难去看懂啊 很难去看懂啊 那么这个正责表的事是比较复杂啊 比较复杂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就相当于是对这个 beautifulsop4这个库 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吧 那么下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 怎么去使用这个beautifulsop5库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一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